第1038集 你有多大的把握 庙慧问 七分 叶浩轩想了想到 保守估计应该是七分 七分 是不是有点少啊 庙慧嘟囔的 那就八分吧 叶浩轩哑然失笑 这丫头有时候古灵精怪的 还真的让人有些难以琢磨 儿戏 把握是说增加就能增加的吗 庙慧更加不乐意了 他觉得叶浩轩就是在逗他 那你想我怎么样 叶浩轩不由的苦笑道 七分也好八分也好 总之没有把握的事情 我是不会做的 这点请你放心好了 我想回三行逛看看 庙慧蒸蒸的说 想家了 叶浩轩诧异的问 他以为这丫头来到这时间以后 早已经乐不思绪了呢 想师父 想苗山师姐 也想三行山的众师姐们 苗慧点点头 明天 我陪你回三行山 叶浩轩道 看你师父 是让你继续在尘世修行 还是让你 回三出家 嗯 妙慧点点头 自时了 叶浩轩抬起头 看了看半空中的月亮道 你该回白莲去了 你有什么方法 为我重塑肉身 妙慧问道 鱼人猪 人参草 叶浩轩道 那我的身体 是和普通人一样的肉身吗 妙慧又问 一样 但又不一样 叶浩轩想了想到 因为你的肉身已失 所以想要重塑肉身 是有些难度 这个 倒是可以参照 上古的时候 传说中的人物 哪吒 莲花化身 妙慧微微的一愣 瞬间便猜了 带出来了 不错 就是它 叶浩轩点点头 但是你的情况 又与它不一样 因为 我可没有那种神通 给你做出一副 莲花骨肉来 那你是打算怎么办 妙慧有些疑惑地问 你寄生的这朵白莲 是上古大能留下来的心脸 叶浩轩向那朵 小小的白莲一直到 它能让你的魂魄 寄居其中 并随着天地灵起的滋养 可以让你幻化成形 所以 它可以作为你的躯体 有这么厉害吗 妙慧半信半疑地 看着那朵白莲 她还是不相信 这朵白莲 竟然会有如此的神通 当然 这还是需要其他的一些天才地宝 才能达得到的 叶浩轩笑了笑 她取出了鱼人猪 人参草 以及在巫神空间里找出的 一些天才地宝 有了这些东西 我的把握应该是八成 叶浩轩道 这颗珠子 是一种特殊种族最重要的东西 可肉白骨岂生死 我为他们的族人 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 他们就与此株回馈我 这个 是最重要的 堪比上古一些宝物 另外 这是人参草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成败就再次一举 叶浩轩道 现在 就开始吗 庙慧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对 现在就开始 叶浩轩点点头 你可以回到白莲中去了 明天一早 我带着你去见你的师父 好 希望我明天会以真实的血肉 去见我的师父 庙慧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叶浩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站起身来 他眼前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白莲所在的地方 由一圈振旗组成的阵势 在他施展柱油树为庙慧 重塑肉身的时候 他的气息是最弱的 如果一个不小心 他恐怕就会魂飞魄散 而有这个镇齐在 能很好地保护住他的魂魄 不让其受到一点伤害 要开始了吗 李延欣走了过来 是 要开始了 叶浩轩点点头 我为你护发吧 李延欣道 你不是要回去 为你师父守灵半个月吗 叶浩轩很诡异地问道 你不晚这一天 等你帮他恢复了肉身之后 我才回去为我师父守灵 李延欣笑了笑道 谢谢 叶浩轩点点头 对我 还这么客气 李延欣道 好 那我以后对你不客气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他走到了镇齐的正中央 然后盘膝坐了下来 双手各掐出一个倒绝 现在的叶浩轩已经是浩然珍奇的顶峰阶段 而且自身的修为也是天静的修为 一些比较强力的柱油术 他以前施展不出来 但是随着他天静修为的紧升 一些强力的柱油术 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展出来 不过像这种大型的柱油术 叶浩轩还是不得不谨慎 又谨慎 因为太耗费修为了 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嗑药的准备了 深深地提了一口气 叶浩轩一声清河 双手倒绝 骤然一掐 向前一直点出 随即在虚空中凌空虚晦了起来 上古柱油术最强的方法还是俯禄 修为低者可以恢复代替 但是达到了叶浩轩的这种修为 完全可以利用法术代替 叶浩轩的速度极快 他一指又一指的凌空点出 只见一个个金色的大转 随着他指尖所到之处 在半空中结成 一个个的大转 凝结在半空之中 随着急速旋转的符纹 一个个玄傲的符号顿时亮了起来 叶浩轩一声清河 一指向前点出 一个巨大的符纹骤然发出 照在了白帘之上 夜色中的白帘瞬间变得金光四射 漫天悬傲的符号 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极其的神秘 所有的天才地宝 都随着符纹的转动 缓缓地旋转了起来 这些天才地宝纷纷地注入了白帘之中 随着这些白帘的注入 只见天地之间豪光大放 乳白色的光滑与灿灿的发光的金芒 几乎是并离而起 搅支在一起的豪光冲天而起 天地之间仿佛都出现了一丝震动 方圆百里的范围 都可以看到这股冲天而起的光滑 营帐之中 玄机和龙傲几乎同时被惊动了 他们两个冲出了营帐 看着半空中冲天而起的光滑 那光滑中蕴含的天地之微 让他们两人都有些心惊 你怎么看 龙傲看了玄机一眼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但是我敢肯定 他这个举动一定是逆天而行 玄机的眉头微微地锁住 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觉得 需要好好地查查 他到底在干什么了 毕竟女娲时的事情不能儿戏 龙傲严肃地说 是 我也觉得 他需要好好地查查了 玄机也点点头 本来对叶浩轩有信心的他 现在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光柱持续了整整半个小时 为了维持大阵中的柱油树持续下去 叶浩轩也不知道磕了多少天心玉露丸 不过还好 大阵持续了下去 只见无数金色的符文的围绕下 那朵白莲一点点的剥落 最终 只留下一颗莲心在里面 古莲的生命是最顽强的 即使是沉睡数千年 只要给他一个契机 他就能继续地成长出来 他代表着新生 代表着希望 一颗白色的莲子 围着叶浩轩 在如同风暴一般的光滑中 缓缓地流转着 只见片刻以后 白莲如同融化了一般 缓缓地幻化出了一条小小的人影 这条人影继续在符文与金芒中旋转 变大 最终化成了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女孩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光滑终于脸去了 天空中也恢复了平静 这间庙会站在叶浩轩和李延欣的跟前 他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回来了 那个庙会终于又回来了 他再也不是那幅 虚无缥缈 身体透明得如同薄纱一样的 孤魂野鬼了 他有自己的躯体 有血有肉的躯体 庙会伸手在自己的身上掐了一下 痛 刺痛的感觉是那么的久违 他伸出双手 看着洁白的小手一时间蒸蒸地流下泪来 现在有了身体 应该高兴才对啊 叶浩轩站起来 抹去了脑门上的一把冷汗 施展这种层次的柱油术 叶浩轩几乎是耗尽了所有的真气 才做到的 如果不是天井修为强大的支持 如果不是时不时地磕上一颗天心玉豆丸 叶浩轩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谢谢 重新获得了身体的妙慧比之 以前显得有些成熟了许多 他向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傻丫头 你谢什么呀 叶浩轩笑了笑 只要你能重新再来就好了 不 我要谢谢你 妙慧固执地说 好可爱的小丫头 李延欣微微一笑 你又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 你会好好珍惜 记得了吗 我记得了 谢谢你阶心姐姐 妙慧一点头 好了 护法完毕 我想我也该回去了 李延欣想了想到 我会在我师父林前守灵半个月 如果你要去哪里的话 就事先走 之后我再去找你 我会等着你守灵结束后 一起走的 不管去哪里 叶好轩想了想到 我只想一心地陪师父一段时间 不要让我分心 李延欣 白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现在是不是想见见师父 见见众位师姐 叶好轩问 是 我想师父 我也想师姐 妙会点点头 我想回到冠去看看 你的历练 不知道算是结束还是开始 叶好轩笑了笑道 休息吧 明天我让人派专机 送你到三千冠 好 妙会点点头 你现在到底玩的是哪一出啊 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只见旋机缓缓地从叶好轩的身后走了过来 她看着妙会满脸的诧异 她不知道这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妙会 妙会你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出发 叶好轩转身道 啊 那我去了 妙会点点头转身离开 这丫头 这丫头似乎与普通人不一样啊 旋机看着妙会的背影 他不由地感叹道 前辈真的是一双慧眼啊 叶好轩伸出了大拇指道 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凡之处 佩服佩服 我看不出来 玄机苦笑一声道 哎 真的是老了呀 刚才我看那小姑娘 一身的气息浑然天成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一样 淡淡定定 说真的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她的来历到底是什么 她是三贤罐中轻衣真人的小弟子 叶好轩笑了笑道 只是在这之前因故默去 轻衣真人怜惜其幼小 故以一颗古莲开花 让她的魂魄寄居其中 恰巧我与她有缘 所以便带她一起来到京城 然后与聚灵阵法及八方的灵器 滋养其阴灵 之后又在巫神殿中发现了诸多的天才地方 这才还她真身 不过她的肉身一灭 想真的凭空生出一副身体来 有些不可能 所以她以前暂居在那颗古莲为生 以鱼人猪重塑躯体 然后再用人参草猪去复活 这就是你在巫神殿中得到的东西 玄机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她一直固执地认为 叶好轩在搞什么东西 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叶好轩会有这样的回答 不然呢 叶好轩苦笑道 你和龙伯真的以为我在里面 找到了什么天才地宝 确实是这么想的 玄机毫不避讳地点脸头 因为想多了 也好轩无语地说 我这次来孔雀平 第一 是想让巫道的弟子传承继续下去 因为上任巫女临死前 把传承给了我一个朋友 我只是来这里举行个仪式 第二 我是想在巫神殿里找些天才地宝 让我的朋友起死回生 就这么简单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道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们进而想多了 可我明明地推测出来 这是跟女挖石有关的 玄机依然是一脸的狐疑 你确信 你的演算之法没有一点意外 叶好轩转身看了玄机一眼 这个 我不敢有百分之百的确定 玄机脸一红 他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所以嘛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有时候 你也有可能会出一点错 叶好轩道 或许吧 我多想了 玄机笑了笑 然后他正子道 接下来 你要听我一句劝 请千杯明示 叶好轩道 半年内不宜远行 玄机道 因为你注定有一截 什么截 叶好轩还是有些疑惑 自从来到孔雀屏以后 他不止一次听说过自己有一截 但是这截到底是什么 他到现在还弄不清楚 天机 不可泄露 玄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得了吧 你泄露的天机还少吗 叶好轩对玄机的话表示很无语 这家伙是在他跟前装嫩吧 什么叫泄露天机 你们天机门从古至今 泄露的天机还少吗 咳咳咳咳 我现在说正事 正经说 轩机有些尴尬 的确呀 天机门滑下纵横近千年 到处给人看向算命 虽然说有些时候 为了自己不泄露太多的天机 所以说的话是半真半假 但是这近千年来 还是积累了不少的果报 所以天机门近代 几乎是销声匿迹了 但是这家伙现在 还打出了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 说真的 叶好轩是打心底里 鄙夷的 说真的 虽然天机门的名声在外 但是关于 不算天机这些 也不全是靠推 就能推出准确的数据的 叶好轩道 我只推算出最近你有一截 半个月内不要远行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原来是这样 叶好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可我必须出当原门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呢 玄机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唉 不开玩笑 说真的 听了老人言吃亏在后面 叶好轩笑了笑 他根本就没把天机的话 给放在心上 什么狗屁的姐 他现在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只知道 他妈的这个世界都快毁灭了 管他妹的什么天道不天道 什么结不结的 好吧 你狠 玄机无奈地点点头 他看着叶好轩的背影 神色越发越显得凝重了起来 三贤山 每天的早课都是这里的道姑的必修之客 叶好轩和庙会乘着直升机 来到三贤山的时候 只见偌大的三贤山道观 都笼罩在一层薄雾里面 从直升机上看来 三贤道观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 远远的望去就好像是在仙境中一般 走进大门以后 只见三贤山所有的道姑 都在大殿前盘膝而坐 双目微闭 双手各掐着一个道爵放在膝前